大家好,看我在超市里面看到了什么青岛啤酒 看到了吗,是33.4克狼一瓶 大概折合人民币的话,26元左右吧 青岛啤酒旁边的是新加坡出产的啤酒 叫做Kager 挪威语的话叫做Tiger 一瓶的话是45.2克狼 大概40块钱人民币左右吧 挪威的啤酒还是算比较贵的 就是一瓶的话都是在三四十或者是四五十左右 人民币一瓶 像这种啤酒的话就是女士比较爱喝 因为它含有的是一些水果味 苹果呀或者是一些蓝莓呀三莓呀这些味儿 今天我主要还是想跟大家分享挪威的一些景色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于上个月参观了一个挪威的地方 它就是在石壁上有刻画 这个画的话大概有六千年的历史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周围环境 这个瀑布非常的好看 小溪流吧 在它的最开始是写着一个给游人的相关的介绍 就是以前的古代人的一些生活呀 然后这个是介绍它画的是什么 是一头鹿刻在石板上石壁上 大家有看到吧 距今的话有六千年的历史了 它分别写的是挪威语 然后是英语德语 它旁边的话这个的话是一个小瀑布 其实在这个瀑布的旁边还有一幅画 但是因为水流的关系 还有就是六千年前的话 可能这个地方没有瀑布 它的样子是这样的 这个简单的信息上面也介绍了 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是 诱染的话是看不太清楚的 只是有一点点而已 你看到了吗 然后这个介绍的就是说六千年前的话 还有踩着雪的滑雪的这种 都是在这种石板上 但是已经很难看清楚了 在这个附近的话有一处云家 因为就是有位人的话 很喜欢在这种森林 还有河流旁边建造小房子 然后做度假的小屋 很宁静 然后它前面的一些装饰品 我觉得也很好看 就是很可爱的 你看这种 三间的瀑布 小溪流 在这里面生活的话 一定会很舒服 很开心 就是有一点点室外桃源的味道 就是隐居的那种 对于大部分就是中老年人吧 应该是老年人来说 他们喜欢这种地方 大家有看到吗 那个雪山 这个图介绍的是人们设置陷阱 然后把动物们 他们就是到献祭里面 人们的话就可以用他们作为食物来吃 挪威的森林 大家看一下 大家知道挪威的森林里面有什么动物吗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当然是熊 这个地方有熊出没过 但是就是很少有人 现在的话很少有人看见 然后它是介绍了一些熊的这种种类呀 还有一些信息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 像这种 还有 这是介绍他们住的地方 就是六千年前的人住的地方 然后这个的话是另一种动物 这个小动物大家都会知道的 就是野兔 挪威森林里面还有一种就是 鹿一定是不可少的 挪威语的鹿叫做 埃尔克 我发音不太标准 大家抽和听吧 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的 我是在挪威的小米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